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们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维度变换之reshape 为什么要做维度变换 为什么要reshape 是这样 咱们不管是个机器学习也好 深度学习也罢 对吧 咱们要干的一件事 必须要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数据的于处理 咱们从大数据中抽出咱们的数据 进行处理 处理成什么 处理成咱们可以学习的数据 那么咱们处理过程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 就是数组的维度变换reshape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一个咱们使用 TensorFlow自带的reshape方法 咱们变换几个数据的维度 都该怎么做 OK 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的部分 其实同样的处理 在NonePi中也有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个TensorFlow2 它很多的API 都是抄人家NonePi的 当然说抄也不好听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说 您只要汇当派 您再学TensorFlow 就非常的容易 对不对 人家是这个目的 好 咱们马上先扫去 马上开始 前三行是您本机运行时 减少一些漏 对吧 您愿意加也行 不加也可以 好 那咱们先扫去 马上Import这两个标准库 今天我给您演示了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 非常好的云计算平台 OK Import没有问题 没有报错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假如 说咱们有十张彩色图片 哪十张 大家请看 这第一个为数代表是十张 你有几张 对吧 这两个为数代表宽高 好不好 最后这个为数代表着三个颜色通道 彩色通道 RGB 对吧 一般咱们在深度学习当中 表现一张图片的话 都是用这个格式 几张 宽高是多少 然后呢 你是不是有这个彩色通道 如果有彩色通道 这应该是个三对吧 RGB OK 那咱们先简单声明一个认为有十张图片的二维数组 多维数组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简单的就是一个数组吧 因为数组每次都不一样 它是随机的嘛 对吧 OK 咱们就认为咱们现在有一个十张图片的数组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要对它进行为数变换 怎么做 咱们看一下 咱们因为是用了Numpad的类型 应该是用了TensorFlow TensorFlow跟Numpad是一样的 咱们先用它的这个Shape和Endim这两个方法 看一下它的形状和维度 好不好 我把这个Point A屏蔽起来 因为它输出这个内容太多 太杂 大家请看 咱们就是这么一个 十行 然后28行乘28列 有三维的数组 它的维度是四维 对吧 这不是三维 这是三个通告 对吧 它是有四维 对吧 为什么 大家请看 有四个元素 对吧 什么这是一个四维数组 对吧 OK 那么咱们今天就要对它进行reshape 怎么reshape 看啊 比如说 我又调用了TFreshape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把它变成一个三维数组 因为很多情况下 深度计算的dense层 是要把一个二维数组 变成一个一维数组 才能够计算 这是深度学习网络的知识 咱们以后再说 咱们干什么 咱们怎么变 那请看 我第一维不动 最后一维不动 中间这两维 我把它合成了一维 对吧 这七八四怎么来的 这七八四就是说呀 把这两个28 相乘 得到的七八四 然后呢 把这个数组 进行一个reshape 看看能不能成功 拷贝过来啊 让我再开个块 Ctrl MB 开个块 打印B 咱们不打印了 它的数组内容是没有变化的 今次为数发生变化 对不对 大家请看 它变成了一个三维数组 对吧 十 七八四 三 那么有朋友说了 这个数组 我可以随便变换维数 是不是 那我 这数我随便写 行不行 当然不行 为什么 因为咱们变换维数之后 变换维数之后的 您的这个数组元素的个数 必须和元数组相等 也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不叫七八四 我叫十 行不行 一定报错 为什么 因为它元素个数不相等 它不知道您应该如何reshape 如何变换这个数组的形状 这样是不行的 数组个数必须保证一致 才能够reshape 这是一个大前提 一定要记住 OK 您会的大前提 那下面事就简单了 比如说 我再变换一个 和上面这个效果一样 但是中间的地方 大家请看 我省事给了一个负一 刚才这七八四 我还手动做了一个计算 是吧 算出来它们的数组比 的元素比 的一个数的一样 所以说 我得算一下 这个七八四 然后我中间这填个七八四 然后reshape 就不报错 多麻烦 我直接这写一个负一 它就能够自动计算 方便吧 马上试一下 这个C 这个C 我的七八四 就不手动计算了 它的内部机制 会给咱们自动计算 好 咱们看看能不能出来 试一下 这个C Go 大家请看 它照样出来 十七八四 三的这么一个三维数组 同时的七八四 它自动计算出来 这个负一 真的是能量太强大了 非常好 OK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试试 把这个四维数组 变成一个二维数组 能不能变 当然可以 但是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又多了个计算 为什么 大家请看 十个图片是不变的 三个通告 我把这个七八四 我这乘理一个三 这样的数组的个数 并没有发生改变 然后又可以reshape 马上试一下 我再开个大买块 好 我马上试一下 够 我把这个 分地屏蔽起来 大家请看 我是不是把这个四维数组成功了变成一个两维 有十张图片 然后每张图片的像素颜色把它打平成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是不是便于计算 这是另外的话题 咱只能说reshape是可以把数组这样变换的 那么您如果是在您的神经网络当中 您有您的自己的模型 对不对 那么该如何合理的变换数组 达到您的计算的成果 这是需要您的网络设计决定的 对吧 然后tensorflow给咱们听这种机制 让咱们可以打乱数组 然后进行您的计算 对吧 他给大家听用这种API而已 也就是说tensorflow仅仅是一个框架 您该如何规划数组 规划神经网络 这是您自己的工作 好 咱们先少叙 咱们再看一下 我这个783 784乘3 麻烦不麻烦 我还手动计算一下28乘28 对吧 那么有没有更简单的 大家请看 负一又来了 刚才来一把 现在又来一遍 是吧 干什么 我这是说 我只要一个十张图片 图片的像素数 你去给我自动计算去 对吧 所以说第二位 我干脆就指定一个负一 能不能行 马上试一下 怎么样 这tensorflow是不是非常灵活 他给咱们听到非常灵活的框架 但是这架子怎么搭更合理 这完全是您建筑师的工作 不是tensorflow 不是Google公司的工作 好不好 马上看一下 他给咱们提供这条API 真的是非常好 大家请看出来了吧 十行 让他把所有的其他的图片的元素 都打成一个数组 然后进行计算 这个数组变不变于计算 这是咱们说了吗 是您这个神经网络设计的问题 不是这个tensorflow的问题 OK 以上就是大概给您讲解的 如何咱们使用tensorflow自己的API 完成维度变换reserve 应该不是很难 囊牌中有相同的逻辑 我觉得您应该都能够掌握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然后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帮我点赞一下吧 然后别忘了订阅分享给您的朋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